十歲女童過馬路走到一半 遭左放一部黑色休旅車猛敵一撞 她當場坦上引擎蓋拋飛 就摔在地 第一時間女童雙膝跪著想爬起來 但痛到無法動彈 在對面的導護志工 嚇一跳衝過來 附近店家也拿出三角錐 幫忙打一一招 聽到重機車玩大聲 小孩子就在汽車前面 可能是趕著上學 我聽說的啦 你妹妹夾進京 還原事發經過 當時女童和妹妹走路上學 妹妹在前 已經由志工護送過馬路 而姊姊看到妹妹在對接 疑似想跟上 加快腳步前進 沒注意到左方來車 結果出車禍 幸好她熟抱電背 頭沒著地 意識也清楚 只有膝蓋受傷 醫院有照X光 也有做腹部的超音波 宣導小朋友 那個入口比較需要的地方 有多配置一到兩位的志工 開車的是42歲女駕駛 過半馬線沒停讓 撞上女童 最終將被開罰 三萬六 吊扣駕照一年 而台中大雅也有驚險瞬間 白色轿車左轉 差點撞上行人 幸好男子反應快 往前一跳逃歸結 另外還有行人過馬路 被遊覽車輾過 骨折送醫 依然只有路人 居然是走在內車道 又在逛大街 還闖紅燈 簡直不要命 我就是跟他們揮手說不行 他們也不看你一眼 行人過馬路 顯上還生 只要上路 人車都要遵守規定 才不會讓意外不斷上演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